Hello,大家好,9月22号 最近几天一直搬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来录视频 因为隔壁的那个房间,大家总说有灰音 我听着也是特别不舒服 所以呢,这个背景啊,就是一面墙 旁边有个小镜子啊,当然比卫生间要好一点,是吧 哎,错听吧 那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汇报的工作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统治下达征兵令啊 说是要扩军30万人赶赴俄乌前线 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啊 全国范围之内非常的踊跃,非常踊跃 当时莫斯科等地的飞往国外的国际航班的价格 便一路暴涨,一路飙升 莫斯科到土耳其的航班价格 即使涨到了5500美元 也依旧能够瞬间受星 只要是有这个航班 只要是有机票 别管多少钱,我都抢 换言之吧 如果咱们打个比方 咱们就是在俄罗斯 咱们就住在莫斯科 突然有一天接到这种命令了之后 你家里边有一个儿子 对吧,或者你的年纪 正符合普京同志的要求啊 当普京同志炮灰的要求 那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要去报校祖国 那你牛逼我佩服你 对吧 所以到处跑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俄罗斯全国各地的治安警察和思想警察 从这个命令下达之后呢 也都是忙得不可开交 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 唯一的首要的任务 就跟中国的防控大局似的 一切都不重要 都以大局为重 那么就开始满俄罗斯山上啊 地里啊 什么冰箱里啊 车库里啊 满世界的抓这个逃兵役的俄罗斯青壮年 重现了当年抓壮丁的盛况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无论这些人啊 这些壮丁啊 在征兵令下达之前啊 在什么互联网上啊 在线上线下吧 把什么热爱俄罗斯忠于普京的口号 喊得多么响亮啊 在此时此刻 唯一想的就是保命啊 唯一想到的就是怎么样想办法 能够逃避这个报校祖国 为普京牺牲的责任和义务 是吧 看来俄罗斯人民也不是存傻逼 是吧 俄罗斯的爱国者也不是存傻逼 不然的话 不需要下达什么征兵令啊 对吧 只要普京一生召唤全国的青年 是吧 我要 我要为普京而死 我记得想当年卡扎菲 卡扎菲 自己宣称 说是我们利比亚 有一百万青年愿意为我效忠 愿意为我牺牲 大人战争打响之后 这一百万青年也没辜负卡扎菲同志的信任 是吧 把老卡同志从那个下水道里边耗出来 一顿乱棍 是吧 一顿乱枪 对吧 一顿乱脚 把老卡同志打成了那副德行 这个可能就是所有的这些独裁者的下场 你在位的时候 你大权在握的时候 没有人敢说不忠诚 并不是真的忠诚 这些人不是怕你的那个什么名字 也不是说敬佩你的能力 只是敬畏你那个权力和你手里的香港子 对吧 当你失去了这些 那么对不起 有冤的抱冤 有仇的报仇 对吧 心仗老仗一起算 这就符合中国的那一句老话了 别看你今天闹得混 咱们早晚拉清单 是吧 当然还有一个俄罗斯杜马啊 当然更严谨的啊 应该说是反对派的这个俄罗斯杜马议员 那么他就呼吁了啊 你为什么要去向老百姓征兵呢 向民间征兵呢 对吧 你普京所领导的那个党成员现在有三百多万人啊 对吧 你为什么不下达一纸政令 要求你普京这个党 所有的党员 这三百多万 百分之十杀战场了 党员先去 对吧 然后警察再去 然后城管再去 然后俄罗斯就解放了 这个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提议非常好 非常好啊 可以建议普京同志啊 深重考虑一下 对吧 你三百多万的党啊 杀影啊 是吧 老百姓不行 老百姓不够忠诚 还是你的党员才忠诚 对吧 你不怕这些老百姓 这三十多万啊 被逼着上了战场的青年 对吧 把枪口倒转 对吧 再者说了 这种并不忠诚的老百姓上了战场啊 三十万大兵三十万炮灰 你背后最少得被六十万的党员拿着枪逼着 是吧 这放不上的嘛 为了节省开支 普京同志 普京哥哥 还是让你的党员先上 你的三百万党员 那一上战场 最好你御驾亲征令这三百万党员 是吧 跑到乌克兰战场上去 哎 没准啊 一个小时就能闪电站拿下乌克兰 嗯 这事别人干不了 别人干不了 当然在大国 在大国的坏球时报 或者叫坏逼时报啊 他们报道的就跟咱们刚才讲的完全不一样了 坏逼时报说了 普京21号就顿巴斯问题发表全国讲话 他表示 西方已经跨越了所有界限 不负责任的政客 在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 伟大的俄罗斯正在遭受到袭击 并威胁对俄罗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普京最后重申 俄罗斯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这也不是恐吓 哎 不能说也啊 这不是恐吓 绝对不是恐吓 哎 任何国家 任何组织敢染子俄罗斯的领土 哎 你敢占领一座村庄 俄罗斯就敢把这座村庄炸平了 对吧 你敢占领俄罗斯一座城市 普京就敢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 对吧 你敢占领莫斯科 那么整个俄罗斯就是核战产 哼 我相信普京干得出来 哎 为啥 这种人啊 这种人的脑子啊 不能用正常人来思考 你也不能用正常逻辑来揣测 对于这种暴君啊 这种独裁者啊 他这 他可以让全世界给他赔账 那你说 还怕炸平几个村庄 再弄几 弄死几十万俄罗斯人 是不是 哎 所以这个也有可能啊 有可能会成为核战的这个导火索 啊 那么很多朋友都问过啊 老王如果发生核战 我们应该怎么办 哎 把家里冰箱里边好吃的 好喝的拿出来 珍藏的几十年的这个什么好酒 对吧 赶紧喝了 哎 然后呢 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风水比较好的地方 一躺 静后核战争的到来 静后核弹的爆炸 对吧 这样死的比较有尊严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再说一点关于国内的事吧 之前咱们也聊过几次啊 中国政府为了逼迫老百姓买房子啊 有的地方呢 是逼着银行存款超过余额 超过首付款的居民啊 购房 就是街道办 居委会 网格员 石屋长 轮番上你家来做工作 哎 你要不购房子 那你就怎么样 给你各种的限制 给你各种的恐吓 让你自愿去卖房 哎 中国是自愿 还有的地方呢 干脆一点啊 也不当也不立排放了 哎 就是直接强制给当地的这些有编制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哎 分配一套零首付的住房 反正房子就直接转到你名下 要么呢 你就别要这个编制 别要这个工作 要么呢 每个月就从你的工资里边扣这个啊 房款 是吧 还有更缺德的啊 缺了大德的 就是山东啊 河南啊 这类地方 都不是缺德带帽烟 他们缺德啊 就是这方官僚啊 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们 哎 他们缺德的程度都能缺德到祖坟冒清烟的程度 就是啊 利用垄断收购市场的方式 就是老百姓所有的这个农作物啊 是不可以卖给私人的 也不允许私人的这个商人去收购 所以老百姓一年的收成什么大蒜啊 什么大豆啊 小麦啊 玉米啊 等等 你只能拿去指定的那些开发商啊 那些楼盘 对吧 去揪首付 哎 一斤大蒜折多少钱 一斤黄豆吃多少钱 啊 这个就是缺了大德的 逼着老百姓用农产品去换房子 当时咱们也说了 反正只要你银行里有闲钱 有余钱啊 你不买房子是不行的 你想要工作 想要编制 你不买房子也是不行的 那么为了保证这些人 或者想购房的人购买的一定是 都是政府官员以及其家属参股的这些楼盘 这些新楼盘 那么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打击二手房市场的政策 对吧 你想保证新房的销售 那二手房你就不能让他卖的那么好 不然老百姓都去买二手房了 谁去买新房了 是不是 所以之前咱们也聊过啊 你想去卖房 或者你想购买二手房都会越来越难 就像现在咱们深圳啊 上海啊 广州啊 等地 这个二手房市场 也就是因为各种限售啊 限购政策 成交低迷 有价无市 想卖掉房子的呢 很难接受腰斩的价格 想买房子的呢 又很难具备政府要求的这些条件 对吧 你几年的居住 几个孩子啊 你名下有几套房 你的工作 你的纳税 你的什么社保等等吧 所以这个也就是造成中国现在二手房成交低迷的主要原因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个终于撕下了全部遮羞部的省份 哎 就是咱们的伟大的甘肃省啊 终于不装了 不演了 摊牌了 甘肃玩的是啥呢 今天起兰州市税务局关于二手房各税 实行差额的20%的计算方式 计为本次的合税价减去上次合税价的差额的20% 若税务系统能调出原始购买价 各税按照差额20%计 若原始购买价 税务系统未能调出 按1%计证 这则通知用人话来说呢 啊 就是以后你们想卖房子 想卖二手房 那么你现在的房子卖了100万 想当年别管是五年前还是十年前 别管你买了之后 是不是有什么装修款乱七八糟的 人家一概不管 他只看你当时的购房价 你花50万买的卖了100万 那么这50万就是你的盈利 那么这50万就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当然他后边说了 如果调查不出来之前的购买价 那么就按1%计证 你想吧 能调不出来吗 你银行里有多少钱 人家都知道 不要做那个梦 所以各位就把这20% 看作以后你们啊 有房子的小卖房子的 这个避缴的一笔税就好了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啊 就是之前啊 按照中国关于房产交易税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说在政策上啊 在中国的税法规定里 这个这一笔20%的个人所得税 就是你的房产销售之后 你个人净赚的这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是必须要交的 一定要交的 从来没免过 只不过呢 是各地方政府在早些年并没有对你征收而已 或者呢 告诉你怎样合理避税 好吧 咱们中国最近这些年啊 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倒茶 对吧 不是给你倒杯茶 是倒着往前茶 茶多少年呢 像娱乐圈 所有的明星 所有的演艺公司 对吧 一个倒茶就是倒茶十年 十年前你交没交哪些岁 这些岁是应该交的 你规避了哪些岁 明白了吧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来稍微展望一下 或者掐指一算 你们啊 这些有点钱的啊 靠着买卖房产啊 赚了一点小钱的 发了一点小财的 那么很有可能啊 在很快的很短的不久的将来 将会遭遇一轮查岁 想当年在二零几几年 二零一几年 你卖的那套房子 你赚了多少钱 然后啊 你这个没交那笔税 并且呢 因为这么长的年限 你没有主动去报税 你还要缴纳几倍几十倍的质纳金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预见的一个未来啊 当然政府出台这种政策啊 前面不说了吗 他唯一想的东西 或者他唯一想要达成的目的 就是打压二手房市场 让你卖不掉房子 让你不去买二手房 然后呢去购买他的新楼盘啊 去缓解政府库存的压力 也就是说变相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 那么按照咱们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认知吧 不管他出台什么样的政策 现在老百姓啊 两三年没什么钱赚了 收入来源出现问题 流动资金出现问题的情况之下吧 别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本来也买不起二手房 或者本来也没有买房的欲望 是吧 都住大桥底下了 他怎么可能去买房吗 那个住大桥底下的叫什么来着 叫灵活居住者是吧 什么新房二手房扯七八蛋 反而会让二手房市场啊 更加低迷 甚至直接击穿 直接摧毁二手房市场 当然最后呢 再说一句啊 就是美元到截止到今天啊 2022年9月22日上午10点 已经达到了7块09分 估计呢 今天可能会破掉7块1 那么一个呢 是因为美联储降息 降了70多个点 另外一个呢 重磅的新闻啊 就是美国参议院 以96比0的这个投票率啊 全票通过了 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再被作为发展中国家 对待的这一个提案 那么这个提案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当年那个贸易战啊 川普发起的贸易战里边 提出的针对中国税法啊 中国贸易的所有的条件 全部达成 全部啊 也就是说对等原则 你收外国商品所有多少岁 那么外国呢 就收你多少岁 这个不限于美国 是全世界各国 或者呢 现在国际社会 这个贸易框架之下 所有的国家 只要你中国进口的东西 你收了17%的关税 那么你中国出口的任何东西 也都要有这个17%的关税 甚至20%到100% 因为咱们伟大的祖国 对一些产品啊 外国的进口的汽车呀 进口的一些消费品吧 消耗品啊 征收的关税 都是100% 200% 所以未来可惜啊 再想购买点进口的东西 你要耗费巨大的代价 那么这个巨大的代价 也就反推了这个汇市上涨 对吧 美元的破期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购买力 会随着这个取消了 发展中国家 最惠国待遇的这个提案通过 而越来越低 人民币的购买力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钞票越来越不值钱 那么汇市呢 就会反推上涨啊 这个是一个必然啊 那么现在可以看得到的啊 就是取消了发展中国家地位之后 那么之前国际社会 给中国的所有的这个特殊优待 也就是最惠国待遇啊 荡然无存啊 全都没了 换言之呢 就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 所有的竞争力 所有的优势 也就荡然无存了 就是世界银行 将取消对中国的低息和无息的贷款 也不会再容忍啊 不对等的贸易关税 也不会再给中国任何特殊的市场准入制度 包括接收技术 以及高科技产品和高科技成果的买卖和运用 啊 就像咱们之前说 那个印度的纺织药是差不多的 印度为什么有那么大量的纺织药呢 就是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它有最惠国的待遇 它可以堂而皇之的去剽窃 去偷盗 去使用任何一个国家最新的科研成果 你还不能说他啥 为啥 我穷啊 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为啥偷人家包米棒子 为啥偷人家土豆啊 因为我穷啊 我吃不上饭啊 你们有钱人就应该容忍我这样 这个就是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 以及欠发达地区所谓的最惠国待遇 和一些优惠嘛 一些容忍 那么取消了之后 那咱俩必须对等 必须对等 那么当一个发展中国家 跟国际文明完全接轨 完全对等 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 哎呀 那个结果可想而知吧 我脑袋上都出汗了 聊到这儿 也就是老话说得好 好日子啊 来咯 无论天才地才 一欲专制 巨为奴才 无论你有多大的能力 无论你有多高超的智慧 无论你的智商是不是堪比爱因斯坦 在未来的这个 在现状的这个 是吧 完全没有用 除了乖乖的下楼做核酸 你还能干什么 是吧 到哪儿你不扫干嘛 你们就偷着乐吧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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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